欢迎来到一天听一点 我经常在工作跟生活里面听到这样的案例 比如说有一队情侣 他们在交往了几个月之后 很快的决定要住在一起 可是等到他们同居了一阵子之后 就要面对生活习惯和价值观的差异 于是开始出现很多的摩擦跟争吵 那他们之间经常会有这样的对话 这样的对话就是呢 还好我们现在只是同居 如果要是结婚之后才发现你是这样的人 我的打击会更大 再不然就是 你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你怎么会是这副德性 你是我当初爱上的那个家伙吗 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怎么都没发现你会这样 你实在是太会伪装 太假先了 所以你听到这里的时候 是不是也对于这样的剧情感觉到有点熟悉 回头看看自己身旁的那个人 是不是有同样的感觉 确实在爱情刚发生的那一刻 经常是两双眼睛看对眼最美的遇见 谈过恋爱的人都知道 那种眼里只有对方 被视为是无人取代 唯一挚爱的甜美的感觉 那真的是很好 但是正是因为恋爱 让人有这么心醉神迷的感觉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忽略一些 真正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们不能否认 每个人都来自不同的家庭 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背景 所以在性格脾气生活习惯 各个方面 无论大小事 一定会有很多的不同 当我们的热恋的激情 退去之后 再相爱的两个人 都要面对这真实差异的考验 那你会不会有点好奇 为什么人在谈恋爱的时候 很难去看到彼此的不同 眼里只有彼此的共同 在这边跟你分享一个心理学的研究 有一个专门研究记忆的心理学家 他叫伊丽莎白·罗福托斯 他在1987年 有一个叫法律与人类行为的学术期刊里面 他提出了一个观点 叫做武器聚焦 这样的现象 在这篇论文里面 罗福托斯和他的研究团队 就根据凶案现场的目击证人 他们的证实去进行很多的实验跟访谈 他们从很多的受害者 或者是目击的证人的访谈当中发现 当一个犯人拿着短刀手枪 这些凶器的时候 人们的眼神眼光 很容易就只会注意凶器 于是他们能够正确的记住犯人拿了什么武器 然后能够说出关于这个武器到底是什么东西 在一刚开始这武器在哪里出现 最后有没有人开枪或有没有人被刺伤到 或者是凶器到底他是怎么样使用的 怎么样去做伤害的 这些东西大家都回答出来 可是当研究团队进一步问这些目击证人 关于犯人的什么身高啊穿着啊 后来他往哪个方向逃走 这些目击证人的记忆却很模糊 想了半天都很难拼凑出 犯人的长相跟样貌还有跑到哪里去 这些其实是更重要的细节 这个实验其实在告诉我们 如果有人有那些特别吸引你注意的一个特征 那么这些人他其他的小动作 他的个人的习惯就很容易被这个特征掩盖住 也就是说你眼里只有看到他那个最突出 最有特色的地方 其他的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那我们这时候拉回来想一下 为什么我们会爱上一个人 在刚开始的时候对方吸引你的原因 无非就是可能是亮丽的外表啊 或者是他的才华啊 或者是他某一项很出众的能力 比如说他很会动你笑 可是要命的就是 无论你爱上一个人的原因是什么 那个吸引你的关键 其实不要怀疑 那个关键就是凶器 就是武器聚焦的聚焦效果 有了这样的凶器 你就会形成武器聚焦的现象 于是你其实会看不见 你们彼此之间的差异 更容易忽略了两个人 其实是不是存在 不适合长久维持关系的一些主要的原因 于是爱情就很容易留下遗憾的结局 根据研究统计 一段感情的高峰 就是以爱情最火热的程度的一个时间 大概三个月 热恋期就是三个月 有更进一步的追踪告诉我们 谈恋爱的人 在一段恋情渐渐的稳定 大概两年之后 恋爱给人的额外的满足感 就是那种让你每天都觉得高潮的感觉 会回复到跟以前单身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也说明 其实热情本来就会退却 没有人每天都在热恋时期的 也就是说 我们在爱上一个人大概两年之后 浓烈的爱意啊 就会变成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这种亲情的感觉 所以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 如果你因为一段不如意的感情 让自己的心情老是卡在某个人身上啊 而且除了让自己在情绪上很不舒服之外呢 这个卡住的感觉 这种所谓的情伤 它还会影响到你的工作生活 甚至于生命的前进 问问自己这样值得吗 事实上 如果你愿意用更务实 更理性的角度来思考 爱情亲密关系的话 那很多事情会有不一样的看见 其实话说回来 情商是一个让自己空转 而且又不符合时间成本的事情 所以如果能够在恋爱关系里面 不要有情商 或者是有这些副作用 那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谈恋爱 又可以避免情商的发生呢 首先我要帮大家破除一个迷思 其实你的情人 他没有骗你 怎么说呢 你也可能相信自己爱上的 是自己眼中的那个他 只是因为武器聚焦的原理 让你在爱情刚发生的时候 没有注意到他其他的行为细节 也就是说 你后来不喜欢他的坏习惯 脾气或者个性 他从一刚开始就在 只是你在刚开始的时候 都聚焦在所谓的武器 所谓的凶器 而他其他的特质 你完全忽略掉了 更重要一点是 在热恋的时候 在恋爱初期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些是小事 甚至于他完全不是问题 所以才会让人在热恋期过后 必须要承担那种 想象的幻灭 心碎的风险 当然我也必须说 如果你在陷入热恋的时候 还要你去留意对方其他的行为细节 甚至于你要认真的去考虑 两个人是不是能够真的适合走的长长远远 其实这抢人所难 没有人在热恋期的时候会想到这件事 或者是当大家在热恋期的时候 你想这件事情的答案只有一个 叫做一定可以的 所以换成是我 我可能也做不到 所以今天在这里 我提供你一个可以避免情伤的具体做法 这个做法就是先提醒自己 在热恋的期间 先不要冲动的做任何的重大决定 千万不要 马上一拍大腿一拍桌子就说 咱们两个来闪婚吧 这你一定会后悔 等到热恋期过后 记得要回头想想一些实际的层面 比如说问问自己 我能不能因为他的才华 包容他收入的不稳定 我能不能因为他的美丽跟帅气 包容他生活是邋遢的 而且不修蝙蝠 或者是我能够因为他的工作 个性非常的稳定 包容他不够浪漫 你有发现这些都是一体两面的 所以要避免情伤 第一件事情就是接受 这世界上其实不存在完美的人 完美这个概念 只存在远的要命王国里面的想象里 所以人的注意力 是我们很珍贵的资源 当大部分的注意力 我们都被特定的事物吸引的时候 也就是说武器聚焦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很难去留意到其他的特征 尽管这些特征一直都存在 那更不要说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 去做适当的准备 所以当爱情来的时候 每个人都想要好好的享受 恋爱的甜美跟美好 但如果我们能够同时知道武器聚焦 它就是会发生 我们就能够更有意识的提醒自己 仔细的去看出彼此之间的差异 然后诚实的面对自己的需要 不要让热恋蒙住自己的双眼 你如果很在乎务实 那么它的浪漫可能就会伤害你们的务实 如果你很在乎浪漫 那它的稳定 它的务实可能就不会是你要的 然后这一切 它其实不是在一刚开始 你在热恋的时候就会发现 然而我也必须很实在地告诉你 这一切不管你是不是热恋 它一直都在那个人身上 只是你可能都没有看见 你也没有听见 所以也因为这样的特色跟现象 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说 进入了恋情 会用两个字来形容 叫做晕船嘛 其实晕船这两个字是很到位的 因为不管是晕船的过程跟晕船的结果 都让你痛苦万分 可是呢 晕船这两个字 好像对于一些热恋的朋友来说 他从来不会承认自己晕船 就如同可能你在热恋的时候 你也从来不会承认 原来你爱上的那家伙 他有一些本质本性是从来没有变的 是你不断的合理化他 所以如果要避免情伤 我想可以好好的享受 热恋带给你的快乐跟美好 但是别忘了 当热恋慢慢的退去之后 记得打开眼睛跟耳朵 回头问问自己 这个人他原本的模样是不是你要的 如果不是你要的 没有关系 好好的说再见 但如果你很清楚知道 可以忍受这一切 或者是可以磨合协调出彼此都能接受的前进方向 那就祝福你啰 其实如果生命当中有一份能够滋养彼此的亲密关系 那不就是一件最好的祝福吗 我是凯宇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带给你一些启发与帮助 如果你喜欢我制作的内容 请在影片里按个喜欢 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别忘了订阅旁边有个小铃铛按下去 这样子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所制作的内容 那么如果你对于起点文化的商品或课程有兴趣的话 我们近期的课程是在 2019年的3月8号开课的 高难度对话的万文文切 这门课呢 呼应到今天的主题 其实我们再进入一段关系 一定会有晕传期啦 一定会有热恋期 如果刚开始都没有这份激情的话 那以现代的社会来说 两个人到底要怎么样进入下一个阶段 我也很怀疑 但只是说 在热恋的过程当中 或者是当慢慢的进入稳定期 你怎么样真正的看懂跟听懂眼前这个人 这是一个必要学会的能力 所以我相信在高难度对话万文切这门课 它可以帮助你真正的打开眼睛跟打开耳朵 就像今天一直谈到的 不要因为热恋而蒙住了自己的双眼 而不断的去承受那个晕传 很难受的过程跟结果 所以呢 我相信3月8号的高难度对话万文切这门课 能够带给你很大的帮助 让你看懂听懂眼前的这个人 他本来的样子 并且透过有效的问句 透过问句的引导 如果你还想要继续跟这个人下去的话 那你们可以达成一个彼此都能接受 而且是没有后遗症的共识 这门课欢迎你 希望我能够在3月8号的教室里见到你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